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 不可避免的可能就需要面临一系列的城市攻坚战 为了使部队熟悉工程战术 为即将面临的困难做好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城市攻坚演习 在演习中 部队模拟实际情况 在某地利用真实的城墙进行了实战环境下 真枪实弹的工程演练 部队在炮火掩护下 利用机枪压制 还粗暴破组炸开缺口 使用工程云梯登上城墙 歼灭守敌 并移居公路城内 返回邹谷 常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